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如何评价周深的歌声呢 高晓松给予她的评价是 借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摩音 一个人的唱诗班 林志炫给予她的评价是 她唱歌好好听 你不能听到唤齐声 就相当科学的唱法 在这么年轻的好歌手里面 有这么厉害的声音 的确很难猜 张艺谋给予她的评价是 很时髦 很年轻 但是很深沉 这里面有专业人士 也有知名导演对周深的评价 可以得知周深的歌声 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可以传递出某种情绪 而这独特的魅力 转化到实际当中 就变成了观众经常看到的弹幕 周深老师的声音溢出来 就是甜蜜的味道 或者是周深老师 求求你别唱了 太难受了 而就在最近周深 又发布了一首新歌无解而终 引无数人泪目 不少大V纷纷发生 周深又来念我了 没错 新歌无解而终又狠狠 虐到观众了 微博电视剧 周深带着他的虐恋BGM 无解而终来了 行走了 Ost唱片机实锤 最怕这一次爱无解而终 站起来一脚踏空 短短两句就唱到了我的心里 单曲循环加一 又要沉浸在乔缝阿猪逼的悲伤里 无法自拔了 传媒机透剧最怕这一生转瞬即空 爱恨无几而终 伸手难以触碰 乔凤阿猪有情人中难成眷属 爱而不得 常看常灭 周深不愧是你 一张嘴情绪分分钟就起来了 片龙巴布里每一队都很经典 我的眼泪不值钱 鲜鱼君又被周深的歌声狠狠虐到了 乔凤阿猪太伤了 明明可以过上赛赏牛羊 白头偕老的平静生活 却因为命运的捉弄天涯两格 这首歌也就循环了一遍而已 我的乔凤和阿猪怎么就逼了那影视电影音乐 周深唱的也太有感情了吧 不得不说 真的很有代入感 这样热心的感觉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天龙巴布主题曲真的是挺好听 鱼鼠鼠 双出狂喜 周深给我的天龙死皮唱歌了 昨晚乔峰挫杀阿猪 给阿猪下葬时的催泪歌曲 果然是周深唱的 当时BGM一出来我就知道了 最怕这一声辛老而无力 伸出手却落了空 嗓音和情感太绝了 忙过娱乐 灭归虐 但是真好听啊 周深空灵又戳人的声线 太适合天龙巴布的感情线了 乔凤阿猪两个人的约定 最后只有一个人在苦苦守候 栽上安逸终究是乔凤的梦了 无疾而终的感情 真称得上 比美学天花板阿周深的实力就在于此 他能将歌中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 可以说淋漓尽致 让听众声线其中 无法自拔 用自己的声音推进剧情的发展 这首歌虽然很伤感 但是依旧很好听 依旧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 央视拍宠周深 中秋晚会连发四条微博 诚意满满 近日因为周深有新舞台和新歌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 粉丝有些顾不过来 可能有很多人不清楚全部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好消息 是周深即将第二次登上央视中秋晚会的舞台 在刚刚结束的直播探班央视活动中 周深一个人就占据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长 并且在活动结束后 随随TV4连发四条带有周深的微博 并且创建了四个话题 可谓是诚意满满 周深的求生欲刻进了DNA 哈哈 月饼之战提前打响 探班央视中秋晚会直播中 周深提到五人月饼很好吃 立马强调 我觉得 提到云腿月饼不太好接受 赶紧澄清 当然你可以喜欢里面有肉 面对不同现儿的月饼 这三个都是我最喜欢的 深深刻进DNA的求生欲太好笑了 不过细想起来 粉丝的求生欲也是很强的 每次想夸赞周深某一首歌好听的时候 都不忘再说一句我没有说其他歌不好听的意思 只能说粉垂正主一样的严谨 可爱 周深在线左手指月神级高音名场面 小编在总台中秋晚会录制现场 捕获了小可爱周深 去年总台中秋晚会上周深和萨炳炳一曲 左手指约火爆全网 让观众意犹未尽 这次在彩排现场 他又在线神级高音 一起戳视频看现场当初的路透超级震撼 不少路人纷纷停下来 举起手机录像 虽然明知道录不到人 但也要录到声音 真的很好听 话说 当初节目组应该也没有想到要保密吧 因为这声音是在掩盖不了 周深说不要去浪费每一个舞台感动 央视中秋晚会探班中 被问到信阳是什么周深 回答说热爱 而唱歌就是他的热爱 趁着大家愿意听我唱歌 我想抓到每个机会让大家听到 深深也鼓励自己的歌迷坚持心中热爱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去追光 但要记住你们也有一束光在闪烁 请相信一句话 只要你一直唱 我们就会一直听 一直关注着你 你值得大家的喜爱 周深随身带着央视记者送的尺子太可爱了 周深二等央视中秋晚会 再次遇到了央视记者裴老师 去年他曾收到记者送的尺子书签 一直随身携带 并解释 尺子是提醒自己说话要注意尺寸 书签是提醒自己多读书 这样有分寸的深深你爱了吗 在这个喧哗的娱乐圈之中 像周深这样清醒的人应该不常见吧 舞台上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也是如此 央视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 相信他重视周深一定有他的理由 周深也值得这样的关注 有央视助理他会越来越好的 周深我是你的谁发行一周年 陷入你世界理智断了线好听 周深我是你的谁发行一周年了 你们喜欢这首歌曲吗 小编特别喜欢这首歌 尤其喜欢周深现场演唱这首歌时的情景 周深介绍接下来演唱我是你的谁 台下的观众大喊宝贝 宝贝那一刻小编很羡慕现场的观众 他们近距离接触自己喜欢的歌手太幸福了 这首歌曲也是有了格外的意义 这首歌曲的制作理念源于周深的嗓音 制作团队想为周深量身打造一个特别的作品 从而打破一些人对他声音的看法 他的声音是独有的 独特的 正是这份难得的嗓音 加上他自己的努力 才创作出一首首经典歌曲 爱一朵玫瑰从不曾枯萎 自尊又作祟 自作又作孽 他清亮又灵性的声音 描述着爱情随着越来越强的旋律 节奏感满满 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迷幻色彩 以及对待爱情的执着追求 他的声音高低起伏 表现力和穿透力将这首歌曲推向高潮 小编尤其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 我是你的谁 陷入你世界 理智断了线 因为这应该也是声民们对周深想说的话 陷入你世界 理智断了线 忘了是怎样喜欢上了周深的声音 一发而不可收拾 小编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心情 周深总有一首歌陪伴着自己 可以一起欢笑 也可以致以悲伤 感谢他的歌声陪伴 关注他的任何消息 他的新歌 他的舞台 他的综艺 不想错过 是一种态度 周深我是你的谁 发行一周年 陷入你世界 理智断了线 好听 相信很多声明文都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